要问沙头组合对谁是又爱又恨 那梁静坤 沙沙太清哥 必须榜上有名 打比赛前他们是这样的 我会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好 也是会奉献精彩的比赛 这样的 往哪 怎么回想 期待明天的比赛 笑的那是一个阳光灿烂 毕竟和亲近的人打比赛还是比较高兴的一件事吧 但是比赛时就是 沙沙可真是我亲哥 能怎么办呢 气死人不长命呀 大头 终于体会到 小豆包能被气成河豚 是因为啥了 梁天天 嘿嘿 反正你俩得有一个人跟我配 不是沙沙气得跳脚 就是大头气得摇头 摊上这个亲哥有你们气的呀 不得不说 沙沙和他亲哥在没默契这方面 还是挺有默契的 而唯一的默契还是都没带毛巾 本来俩人 一个是男当MVP王者 一个是女当MVP王者 但是一混双就变成了扶不起的阿豆 致力于把沙沙躲死在中远台的 就是他亲哥了吧 整场比赛还是梁静坤丢一分 沙沙这一分 估计那个时候 他想念大头的情绪达到顶峰了吧 自此 兄妹一身一起走 谁提混双 谁是狗 大头和咱们梁田田在一起 那更是秉承着一加一 小于二的效果稳定发挥 哥俩要实力有实力 要默契有实力 就连外鞋都研究不透 他俩会出什么招 当霸周双田上场比赛时 大头大胖两人一人一拍 那是毫无默契 甚至因为大胖体型太大 大头被挤到中远台之后 还给观众来了个旋转跳跃闭着眼 一场比赛变换800次站位 两人都很忙 就是不知道在忙什么 果然没有一个搭档能笑着离开 不过大胖 咱是非要逮着莎莎和大头这俩人活过吗